各位好,我是小胖,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《仪器库房》里传来的神秘声音。 这是一个很离奇的故事。 在某个学院里,一个月圆的浪漫夜晚,一对恋人在月光下漫步。 他们都很年轻,正在热恋的阶段,可是过不了多久,他们就要面临各奔东西了,也许很难再见一面。 所以这个夜晚,当然要出来走一走,慢慢地走到河边,他们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。 轻轻的河水,悠悠的树桶,黑黑的天,月亮也有些发暗,几缕乌云冷冷地飘浮着。 两人越靠越紧了,起了一阵凉风,树叶也沙沙地叫了起来。 他们走到一个小库房后面,躲着风,说些悄悄话。 两人正说的动情,在库房的门缝中,传来了一阵颤抖的声音。 我要,我要给你穿上一件红背鲜。 男生,倒跳起来,自己的秘密被旁人偷听的愤怒是无法抑制的。 何况那么突然。 是谁?谁在那儿?快出来! 他失去理智般地咆哮着,可没有回音。 女生,有一点害怕,或者不愿意看到男生在这杳无人际的地方对着一间屋子大喊大叫。 你听错了吧?没有人啊。 虽然,他明明也听到了声音。 话音未落,一阵令人浑身发冷的尖利的笑声传了出来。 女生,只感觉到一阵凉气,自脊柱滚穿,而男生更加暴跳如雷。 我去把他抓出来。 男生说道,女生,默不作声,头皮上一层冷汗。 男生回头,扫了他一眼,便从旁边拿起一根木棍。 如果我叫你,你就冲进来啊。 说完,男生头也不回地往库房门走去。 他做好了准备动作,双手紧握着木棍,便一脚踹开破旧的木板门,人影一闪,消失在了畏惧的那片黑暗中。 即将,沉默的夜,只留下淡淡的月色和门口呼吸急促又不敢作声的女生。 她的脸能感觉到每一丝幽灵般的夜风,一切像死亡一般的安静。 忽然,一个疯狂而沙哑的声音叫喊着,我要给你穿上一件红背信。 接着,便是一声尖利的叫声,长长的呼啸划破了夜空。 女生吓得全身瘫软了,好久,好久,才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意识。 叫喊声,叫喊声停了,一切又恢复了死尽。 女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定了定神,小心翼翼地呼唤着男生的名字,可是没有回答。 女生,女生装的胆子,小心翼翼地走向了门口。 她把门,飞得更开一些,走进去。 里边没有光,只有一种她很熟悉的味道。 但她忘了是什么。 一片黑暗,她哆哆嗦嗦嗦地摁亮了手机的灯光。 虽然不很亮,但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,已经足以使她昏过去。 男生死了,鞋靠在墙上,手中折断的木棍,木棍的锻裂处刺入了她的喉咙,一股股的鲜血从喉咙处一直流到了地上。 而她的衣服上,留下了一大块鲜血染红的痕迹,就像一件红色的背心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 如果您喜欢的话,欢迎订阅、转发和评论。 再会。